說到空屋我們也要來看到 中油林園廠又出包 讓附近的民眾是飽受空屋之苦 昨天晚上呢 因為移控系統的故障 產生明顯的火光及黑煙 遭到了環保局開罰 一百二十七點五萬元 而這已經是今年第六度違規了 住在工業區附近的居民就抱怨 每次一出狀況風一吹呢 家裡的家具就被覆蓋了厚厚的一層灰塵 真的是非常的無奈 而市議員抨擊了 是否應該訂定停工標準 祭出嚴厲的處分 才能保障高雄人的健康安全 明顯火光照亮夜空 伴隨黑煙不斷往上竄 中油林園廠又出狀況 環保局立刻前往搜證 認定違反空法要開罰 那因為他的DCS系統 發生這個故障 當機 所以他們將這一個製程當中的 第2C排到廢棄燃燒塔 去做燃燒 那就產生火光及明顯的黑煙 桌子一擦滿是灰塵 臨近工業區的中雲裡 每次只要中油燃燒塔出狀況 風一吹 家裡家具都變得灰灰髒髒的 而這樣的問題已經困擾他們很久了 環保局統計中油林園廠今年度共有六次違規 從二月六十萬 四月三十萬 七月四百五十萬 十月五百萬 十二月三號一百零二萬 十二月十六號一百二十七點五萬 加總起來超過一千兩百六十九萬的金額 議員質疑只有開罰根本不痛不癢 拿出停工標準來告訴中油說 什麼時候是涉及情節重大 應該要予以停工 而不是每一次都說好 我們會罰錢 但是最後中油其實完全不怕這樣的罰款 石化廠平傳違規排放 市議員建議應該免定標準必要時進行停工 處分才能真正達到惡阻效果 環保局強調會加重處分 研議進一步的懲處 華視新聞 小小先生 謝玉鑫 高雄報導